滚滚长江,东是水,浪花逃尽,英雄类 大家好,我是彩虹,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,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这个彩虹也是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 那么我们这个在中秋的时候,彩虹也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,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2,3号位的这个斯维斯的这个天梯排位赛 我们是这个红方暖色方三号位的忠诚 然后我们是2号位,3号位,5号位,8号位是我们的队友,5号位是我们的主公 然后我们这边主持角玩家啊,也是这个在疯狂的选武将啊,是在选选择李如呢,还是选择戒许术啊 那当然这个其实在这个排位赛里面啊,你如果选择李如的话,你肯定是有发挥的 因为毕竟你的这个焚尘能一波打出优势来啊,那么当然选戒许术其实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觉醒之后相对来说比较强啊,因为你毕竟前期没有觉醒啊,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白板的啊 好的,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这个纠结来纠结去啊,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了我们的这个夏侯渊啊 我们的神速歌啊,巫善于千里席人啊,那么敌方的主公是一个比较难奏的一个钢板云啊 因为这个像SP这个雕蝉这流氓啊,这个戒雕蝉就是钢板云啊 好的,那么这个法阵啊,这个收银钱财替营销债啊,我们也是不会去砍国家的,为什么? 因为国家它是又是一个不动白的武将啊,那也就是说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也说过啊 就是现在我们军争的模式,或者说是2v2还是死死的这个排位赛里面啊 你一旦选这些白板武将,那人家不是傻子啊,人家不是傻瓜,不会来动你的啊 好的,那么这个大乔呢,肯定是要干的,因为毕竟他这个乐不思蜀啊,关键性的乐我们一个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勿善于千里席人啊,再加上我们捡一马诸葛莲奴,两张杀下去,那么实在不行 我们翻面继续神速3,继续追杀你,是不是? 那么当然,这个我们下回忍啊,也是没有发动神速3啊,因为神速3的话,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灰的啊 为什么?如果我们能吻杀大乔,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好的,那么我们这个流氓云啊,呸,钢马云啊,凭借着自己啊,防御力比较足啊,你去打打法阵啊,那很不好意思,你的决斗直接砸脚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主,我方的主攻是五号位的诸葛克啊,所以说诸葛克的话相对来说,这个我们单从他的这个傲财和毒物上面来说啊,就是攻防兼备的两个技能啊,相对来说实际性啊,实用性就比较弱了啊 当然像我们的这个卧龙柱给亮也是啊,你说八阵看破火技,我们单从技能上来说,他确实是攻防兼备,但是这个运用起来那就不一定不一样了啊,好的,然后我们也是通过两下神速啊,把这个曹人干掉啊,那接下来把曹人干掉之后,国家就去不用去动他了,为什么? 因为国家他是个白板武将啊,我们有机会去控他的手牌就行了啊,这个不要去打他啊,集中火力优先赵云啊,那赵云的话,他如果运气好起来,那我估计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把获胜啊,为后面的几局啊,播一个好彩头,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,第二把的话,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大反贼啊,主攻选择了张教祖啊,这个比较脆的教祖啊,你说像这个孙权啊,董卓这种主攻都能被我们一轮打残啊,你这种教祖主攻啊,那就是轻而易举啊,那当然我不是黑他啊,好的,那么我们二号位主持者玩家选择了这个王狼啊,那么如果这个对王狼这个主将不是很了解的话,那就打个赞,你看一下啊,我不想多做介绍啊, 因为毕竟他是也是一个老武将了,虽然这个土豪主义比较高啊,当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,那当然这里提醒一下,就是饶蛇我们有七个标记的时候是直接死啊,你是多少个桃子都捞不回来的啊,就跟这个神关羽追魂人一样啊,你只要这个发动追魂成功啊,你的桃子就是捞不回来的啊,好的,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过河一顺一过河拆潮,然后我们骨蛇啊,公祭之天命时时 为何要尽不无名之事,犯我将尽啊,我们这边这个拼点输了两个啊,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饶蛇啊,那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的话挂上加一码,然后挂上朱雀雨山,然后会打谁呢,其实如果想赌的大一点,其实可以砍张教祖那当然,这个主持者玩家啊,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顶盛一点,因为毕竟张教祖这边的捡一码是一批黑头的啊, 他如果这边没有捡一码,或者说是比其他的码啊,比如说是这个吃兔,那我们可以砍一下,因为毕竟这个他手里有闪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,好的,然后我们这边,孙笨这边的话挂上加一码啊,去砍了下家的黄盖,那么当然应该是一个大忠诚的啊,为什么,因为黄盖在张教祖这种局面很明显就是一个反贼啊,那当然,除了这个黄盖之外, 那我们的黄宗啊,是不是啊,黄宗也是比较偏反的,那么刚刚这个,呃,西智才啊,在张教祖受伤的这种情况下,他也是没有跟西智,呃,主公坤帮在一起啊,所以说西智才也是一个大忠诚啊,我们从正常思路来说啊,好的,然后我们这边拘兽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,然后卑米狐跳的也是一个忠诚的身份,那这样子的话,厂商的身份就很明确了,是不是啊,这个拘兽卑米狐身份里面有一个是,呃,他们三个是中内啊,那么这个我们啊,这个 这个黄盖啊,然后黄宗啊,我们两大啊,黄老爷子都在我们这边啊,而且都是两员爆将啊,好,那然后这边的话,我们其实如果啊,我们组织角玩家这边拿的是勾的这个,呃,闪去打出来了,然后没有拿二,因为我们刚刚拿二的话,我们如果拿二去拼点的话,我们还能发动一次骨蛇啊,骨蛇啊,因为我们二点的话就会触发基磁这个技能啊,虽然这个我们基磁用的不是很多,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个基磁, 这个技能的存在啊,可以发动饶蛇次数上限加一啊,那么我们这边的话,就算我们没有过到好牌,是不是啊,我们把张教主的手牌给耗掉了,那我们何乐而不为,是不是啊,好的,然后我们这边组是这个,我们的西之财俘的是巨兽啊,那么这边的话,这个就这样子结束了,那么这边的这个西之财啊,也是一个非常会玩的一个西之财,是不是啊,反贼他不怕辅错人啊,就跟 这个司马辉一样啊,主中方的司马辉不怕龙峰一给错人,是不是啊,那反贼方的,反贼方的西之财是不怕辅错人啊,不怕辅错人啊,好的,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了啊,那么刚刚我们那个,呃,西之财啊,也是,他是反贼嘛,是不是啊,你辅抗奏的啊,回复性的大的这种,那肯定没什么问题啊,好的,然后我们这把的话是一个六号位的大中城啊,主公选择了刘备啊,那 我们主四角玩家,这个我想看一下他还有哪些选择方啊,那当然,刘备和寻遇的这种组合肯定是非常非常爽的啊,那然后他这边的话,中城啊,这个蔡文姬啊,这个魏文姬也可以在刘备就当中城吧,那当然,这个选择寻遇的话,会更加好玩一点的,我们的六号组合,岂不是白叫的啊, 那当然这个,虽然看多了没什么意思啊,但是我们时不时的出来皮一下是比较好的啊,就跟这个我们关锁挂上连弩一波凸是一样的道理啊,一直看关锁一波凸啊,确实是这个没多大可玩性啊,那当然,有些玩家啊,这个,喜欢点将我也不想说,哦,其实点将我也,也不如说不行啊, 你不要一直捞点将,因为你三国杀如果一直玩一个武将,或者说你只会玩一个武将的话啊,你会玩出视觉疲劳感啊,也不能说视觉疲劳,你会把这个游戏玩出疲劳感啊,会把这个游戏玩出疲劳感来的话,你就会这个对后面的这种模式啊,或者说一些武将不敢不怎么感进去啊,好的,然后我们这边的话,二号维的邓爱是一个大反贼,然后吕富也是一个反贼,因为他这个没有打邓爱嘛,就打了下家的观音频,注意点,好的,那观音频的话,是, 是乐吕富,啊,顺吕富乐元素啊,他是一个大中臣,是不是在,那么马良这个家伙就是,要不就是中臣,要不就是反贼,是不是在,他当内奸的话,那就是咋糊糊啊,好的,然后他这边的话,拆元素啊,然后因缘邓爱,因缘邓爱,那应该就是拆元素的乐了,是不是在,那这样的话,马良是一个大反贼,那么这边的话,元素的话,是乐吕富啊,那这个家伙就是一个中臣,那当然我们三个里面有一个是内奸,那么我们暂且,先不用玩,是不是在,好的, 然后这边的话,这个刘备啊,也是一个,仁德之后啊,然后杀了张教祖啊,那么看一下来,他挂上这个诸葛雷鲁能不能一波把吕富干掉啊,那么如果他能把吕富干掉的话,倒是能跟那个傻,那当然他干不掉的话,他已经有解一马,清除掉了,这个,妨碍的这个,侵入,啊,这个路障张教之后,他挂上解一马,现在是能砍得到我们,那现在,能砍得到我们了,那这个吕富,哪有不死的道理,是不是在, 那这边的话,我们其实,可以,啊,这个吴谢的话,主要是刘备这个吴谷开的相对来说比较淡平啊,为什么,因为你后面是两个反贼啊,所以说,为什么,啊,这个,中方其实不推荐开吴谷,或者说是,吴谷风灯不能随便乱开啊,你要按照地狱的,或者说位置上来,开啊,比如说, 郑爱在这个位置上,他肯定是能开的,为什么,因为他们要反贼三连拿,是不是,因为,你郑爱先拿,然后吕谷再拿,中间隔了一个观音瓶,所以说,这个位置的话, 刘备这个吴谷开的相对来说就比较淡平,那如果你把吴谷风灯给我们,我们看,那就是说,我们祖宗那三个人先拿啊,所以说,不是说,吴谷,不是说祖宗方不能开的这种原因啊, 有时候明显就要,这个,按照这个位置说,位置上来看啊,那么我们现在的话,袁术啊,这个应该是一个内奸了,因为这个中程观音瓶已经阵亡了, 而且,这个家伙啊,也是非常怕我们溜狗组合的,所以说,他现在已经来压我们,那这样子的话,袁术一旦来杀我们的话,那刘老板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,是不是啊, 因为他来杀我们的话,那他就是一个大内奸,那这样子的话,这个,袁术,呃,可以不用去赶他,因为现在的话,刘备有了,这个,AK又有解音嘛, 然后,能跟我们,循移配合起来的话,这个,袁术肯定,目前对于我们的威胁不是很大, 而且,如果袁术他不失票的话,那他只有先打我们,那他打我们的同时,刘老板把牌包养给我们,他自己慢慢的状态也回来了, 他现在已经处于满装状态,如果能再把自己的血线回了上来,所以说,这个,呃,不怕元素来死我们啊, 我们哪怕阵王死了,只要刘伯的状态扬起来,啊,这个单挑王的这个,单挑王那个,叫什么,单挑王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啊, 所以说,这波铁索连环加上火纱,其实是非常爽的啊,好,然后这边的话,他这张火纱其实来打我们,感觉是有点浪费的啊, 你如果这个确实,也不用,没有必要一直这样子玩啊,因为毕竟你刷不到火纱还是没多大用处的, 因为现在排队只剩下8张牌了,再加上我们刚刚是13张,然后再加上我们一波杰命啊, 所以说,你想要通过再通过我们杰命来刷,呃,属性杀肯定是不怎么可能的,因为现在排队上面的牌越来越少啊, 你该出的属性杀已经都都杀了,那么现在这个方天一杀啊,就明显来这个送我们一张牌,那当然我们虽然杰命的空间不是很大,那当然白送一张牌, 我们不要,白不要,要了还想要,那当然这个刘老板啊,自己手里有货啊,也是一个决斗一个杀,自己亲自解决,解决啊, 如果搞不定,哎,那我们一个驱虎一个决斗,或者说我们一个决斗一个杀,直接把你带走啊,好的,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,那么结束之前啊,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, 第一句话啊,我们这个视频结束后方啊,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,希望广大的玩家啊,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, 好,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青山沫之改,绿水长流,祝大家中秋快乐,那我们拜拜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